这套动作,我们分做六个小节进行教学 第一节,包括十三个动作 一,预备式 身体自然直立,心静体松 二,启示 三,蓝雀尾 到手收脚,向前上步 捧手,向前抱球 转身上步,攻度捧手 坐腿后驴 搭手,前脊 后捧,前按 四,单边 坐腿扣脚转腰 右云勾手,转身上步,推打 五,提手 坐腿扣脚白手 坐腿活步,合手 六,白鹤亮翅 分手 分手,抱手 坐腿 量掌须部 七,左搂须腰部 转身摆臂 公部 搂手推挡 八,手挥皮疤 三,肩部 坐腿 坐腿 合手 须部 九,左右 搂须腰部 左宫部 搂手推挡 二,铁脚转腰 摆臂 摆臂上步 摆臂上步 搂手推掌 三 十,手挥皮疤 根部 坐腿 合手 须部 十一 进步 搬蓝锤 转腰 撇脚 白脚 扳拳 上步 篮掌 公部 打锤 十二 如风刺壁 插手 坐腿 引手 公部 前按 十三 十字手 转身 分手 合抱 收脚 开腻部 下面我讲一下动作的规格要领 第一节 出现了三种手型 掌 五指 自然张开 既不要紧张 僵直 也不要太弯曲 虎口 要成圆 掌心 内寒 第二种手型 拳 五指 屈卧 拇指 压在 十指 中指的 第二指 节上 既不要太紧 也不要太松 三 勾手 五指 第一指节 捏拢 曲腕 勾肩 向下 这是太极拳的三种主要手型 在第一节的动作中出现了五种步行 预备式的时候 我们叫做并力步 起式 两脚平行分开与肩同宽 第三我们叫开力步 两腿曲蹲 两手下岸 这种步行 我们叫做马步 重心 平均落于两腿之间 蓝确尾 公步 捧手 现在的步行 是公步 前腿曲弓 后腿自然蹬直 曲弓腿 膝盖 和脚尖 大体上上下垂直 再抱手 收脚 转身 又是一个公步 后腿自然蹬直 前脚尖向前 后脚尖斜向前 单边的步行 还是一个公步 后脚尖向前 提手 须部 重心大部分坐于后腿 前腿 半须 重心 后实 前须 大部分坐于后腿 白鹤亮智 又是一个须部 两个须部 稍有不同 白鹤亮智是 前脚掌点地 提手是 须脚 脚跟着地 脚尖跳起 白鹤亮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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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脚掌 着地的须部 须部 须脚尖 守护皮疤 又是脚跟着地的须部 须脚 上下五种步行 在我们以后的动作中 也会经常出现 最后的十字手 第十三个动作 又是一个开立步 两手交叉相抱 两脚平行向前 假设面向南启示 南启尾的 捧手 向南 转身 向西 从单边以后 转回来 向东 提手 天下 西南 白鹤亮智 转向正中 最后一个动作 十字手 与启示方向相同 面向正南 其次 请大家练习当中 要注意太极拳的身形 阳式太极拳的特点是 立身 中正 安疏 自然 端正 因为 是的时候 就要保持一种 神疏 体径 自然 端正 的体型 动作过程当中 也好像端正的坐在自己的腿上 不要前伏 后仰 左右歪斜 练阳式太极拳 始终 好像端正的坐在你的腿上 练习 除了个别姿势 像十字手 要站起来 开立步 铺路 下肆 海底针 等动作稍稍低 大部分动作 都是平均的 一个高度 坐在半驱蹲的 坐在自己的腿上 有些个初学者 常常呢 身体紧张 不能够很好地 做到中正 安疏 有的时候呢 紧张用力 不能够自然放松 有的时候呢 腿的支撑力量不足 也不能导致 中正安疏 立身中正的要力 比如 转身的时候 身体歪扭 身体潜伏 须部的时候 身体后仰 这些可是什么原因呢 很重要的原因是 支撑腿的力量不足 不能够趋腿落胯 端正的坐到腿上 所以能够后仰 就是因为没有坐下来 如果趋一下腿 落一下胯 端正的坐在腿上 上体就会保持端正 转身的时候也是这样 后腿不趋 身体就弯扭 如果身体 趋腿落胯 上体就端正 很端正的坐在腿上 站着练 就要上体潜伏 歪斜 这就要求我们 加强腿部的支撑力量 练好太极拳装部的基本功 时刻能够保持着你能够 轻松自然中正安疏的 在打太极拳 端正的 所公布 端正的 坐在后腿上 立身中正 立身中正 巴蜂垂的动作也要 端正的 端正的 放松的 时刻下 中正的 坐在自己的腿上 质量 暂停 废 如今 相对 能够